12 mini 64 充新电池效率100 好家伙 这个带心机膜都还都还在 这个也是港版的啊 这种 mini 系列的话 它是不分版本的 它这个机型就是单卡机型设计的 无论是国航 港版 美版 日版 它本来就是单卡的啊 12的话12和12 pro max 它是分版本的 国航和港版它是双卡的 系列版本它是单卡的 这个12 mini的话这个机型它就是单卡机型 所以说的话不分版本 你看这个机器 这是一个准心机的状态 这个现在市场拿货应该是2000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是2600 这个 美版的话可能会便宜点 美版的话现在应该是2500左右 但是它这个橙色性啊 这个橙色性电池修了100的准心机 你开房产啊你用了 小屏的啊 除了这个续航方面有点弱点 其他方面我感觉都是优点 和那个之前那个 13年上升的那个苹果5s那个机身 我感觉差不多大小 只是说它是全面屏的机身 那个原来是指纹按键的 这个单手持物还是非常舒服的啊 如果说是女士的话可以选择这种mini系列的12 mini 13 mini都可以的 单卡5G啊 非常的舒服这个 每版无锁的13pm一tb的 市场拿货现在8500这个 国航呢要13000 国航批发价的话现在也要一万一元二的港版的话现在是一万一千多 差价两三千块 远凤蓝配色的 每版无锁的全新机 每版的这个位置是毫米波的标准 但是说毫米波在国内用不了啊 然后这个卡槽的话就是一个单卡的卡槽 国航呢或者是港版的话 他们是双卡的 就一个单双卡的区别 差价将近四千块 每版的机器 他们的品质的话都是和这个国航港版都是一样的 苹果的品控的品质全球统一标准的 只是说上市地区的这个国家版本不一样 然后的话分这个单双卡 国内的话是实体的sim卡 每版的话其实它也是支持这个两张的 但是有一张是虚拟的卡在国内的话是用不了 所以说所以说的话 它就是一个单双的卡槽 8500上拿过这个 每版一TB13Pro Max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考虑每版的机器吗 拿下拿下